接下來有位小男孩 他很可愛的 跟他聊了兩句 我忍不住在這裡笑 有請譚曉靜小朋友 你這麼高大 想要拿一個迷你版的大提琴 好 跟大家打個招呼 鞠躬也可以 哈佬也可以 請坐 問問你問題 你幾歲開始學大提琴呢 一年班 當時幾歲 六歲 六歲 剛才你跟我說三歲 我記得 不是 是嗎 我問問你 你覺得大提琴有什麼好處 令你覺得有什麼感覺 你遮住自己 我們做演奏家要給別人看 有什麼感覺 我覺得大提琴很有趣 很有趣 為什麼很有趣 因為我 譬如我 譬如我 我最喜歡就是 做一些 譬如看電視 如果看得久就會悶 但我覺得拉大提琴就會悶 看電視 看得久就會悶 但拉大提琴就不會 你看哪個台 你是不是沒有看我的台 那你會不會拉通宵的 平時 不會 不會 千萬不要 如果不是黑眼袋子都出來了 黑眼袋子 不知道什麼 好 那你現在會為我們彈奏的 懂得讀嗎 Sweet miniature Sweet miniature 是嗎 因為我不懂讀 所以才問他 他懂得多 將台交給你了 好嗎 還要安裝這個防線器 是不是這樣叫 好了 將台交給你了 好嗎 給點掌聲 曉政小朋友 Action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